是我在Forever的第二辆的 Elise Car 我很记得 很兴奋 尤其是刚才你 跟我刚才的分享 真的是太烧了 烧到后烧到 我们没答案 我们这算是做了八年 那个热忱一直都还是在的 然后我很记得 我的第一个梦想 那时候我 为什么会设立要买车 这个目标 因为那时候 我开始做Forever的时候 我们没有这样 没有这样方便的 没有这样网络 这样方便去查东西 我也不大懂 那时候我就特地跑到去关单 然后参加上线的会议 我记得 我们以前开始 去找会 是要去到关单的 你懂吗 极其可怜 然后从麻婆坐车去那边 要四个小时 撞到屁股开花 到那边累到半死 各天去参加找会 你懂那种感受吗 像上线讲的 真的是很耗很多时间 包括我们AK 三个小时过后 人家拒绝你 哇 你那个心情是很纠结的 你懂吗 所以现在有一个科技 就让我们全部 关注在一起 你看然后三个车 大家都可以看到 现场 可以看到这里 真的是太方便了 OK 然后那时候去关单 我记得 没有错的话 是在关单 还是哪里 还是Mega Mall那边 有那个BMW的车展 你们知道吗 OK 所以 那个时候就跟上线 我们一起过去 去看车 其实是去设立 自己的目标 那个时候我记得 我看 那时候因为它的车展 是BMW的车展 我看到一辆 Orancer的三系列 然后就在那边 拍一个照片一下 OK 那照片我不能放在里面 去 但是我记忆很新的 我到家就去看那辆车 然后我也是 然后刷咕刷咕 这样子 没有看过车 这样子的 去看 看看 就想 还蛮想把这辆车 带回家 这种 这种 这种我们讲 比较豪华的车 带回家的 可是想想一下 如果是 打工资 你可能一辈子 可以买 就买那么一辆 罢了 你没有办法买第二辆 因为你一辈子 赚的都是血汗钱 可是我们在Forever 我去好那个时候 相信了 OK 所以上次讲的 信念是很重要的 我相信了 然后就开始 回来做什么 像改 他对我 他没有分享了 跟几位伙伴分享 就是行动 一直去行动 一直做 OK 遇到挫折 但是我们去调整 做做做做做 慢慢 什么事情发生 慢慢 第一辆 其实改 那辆是第二辆 第一辆车就出现了 就是我这辆小黑 哈哈 第一辆我的 Elise car OK OK 所以第一辆 就出现了 所以第一辆 出现过后呢 然后就 就 就发现什么问题 然后嘛 就发现这辆车太小了 哈哈 然后做不进 都那么多人 问题是不是太小 我是很美 我很喜欢这辆车 线条 最好美 问题哦 现在有孩子 惨了 我老婆没人跟我讲 哎 你的车太小了 我一进去 一直挑到我的头 然后嘛 哎呦 高辣了 死火 然后我们本来家里 我先这样子 先用着啦 反正都买一辆 好吃了 有有有有有有 用到一个时间 哦 estima就开始有问题 你们知道吗 OK 就 然后这边 brick到那边 brick到 然后再别大喊 一直修修修修修修 然后今天 我们就在想 我朋友讲 哎 你的车这样 学不是办法啦 看一辆singular OK咯 我们去看 那你知道一看 就看到这辆 Alpha 哇 马上被他牵到 哎呦 你们要小心 你们小心 千万不要去乱乱 试车 好吗 OK 只是讲笑 为什么 因为他会点燃你的梦想 OK 一试 了后 死了 OK 千单马上 然后马上就 就就就 就把这辆车 马上拿下来 而且我们感恩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Forever 我们不断努力 我们的收入是很稳定的 OK 我们的loan 马上就 马上就approved了的 而且你们在想 在这个疫情 这么艰难的情况下 银行还可以 prick我们的loan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performance 做给他看很美的 我们在Forever这边 OK 所以 有梦 大家敢敢梦 梦了过 昨天昨天 我听到Cosu的分享 哇 如果你们知道 如果我赚也有来赚 你们就会看到 我个公司 已经拿CBM Level 3了 你们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把他支票 印出来了 而且印超大张的 我都吓到 哎呦 这样大张的 就很像自己 在拿Level 3的花红 然后上面印了500多千 哇 吓到我 我 我已经想象 我已经拿CBM Level 3了 你们知道吗 那种感受 你看那个兴奋度 我自己都被燃烧到了 OK 所以 上仙大张来的 真的 而且还做成板的 你知道吗 就是真的是像你上台拿的那种 资料这么大 所以 Cosu中间有分享 真的是你们要有保持那个兴奋度 遇到问题 不要担心 尤其是改我们听Niko的分享 哇 真的是很重要的 而且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我除了我们找到自己的梦想以外 其实 其实我的家 也帮到我的家族很多 Forever 为什么 因为讲真的 我的父母 我们的传统生意还是照跑的 可是他们做的时候 现在做的心情 跟以前的心情 完全是不一样了的 因为以前做传统生意 你很压力 你没有收入 或者是 遇到疫情的话 你会怎么办 可是他们现在做传统生意 因为我妈妈不喜欢出来的 她还是喜欢顾她的店 她喜欢做她的事情 对不对 可是她做 她在顾店的 她的心情 是她很开心 很轻松 我就是开开心心 过我喜欢的日子 为什么 因为她已经找到Forever了 而且她给她的孩子 都找到Forever 她知道Forever 会好好照顾她的孩子一辈子 只要她孩子 在这个平台 好好去做 可以自己自力更生 不需要回来 借手我们的传统生意 像改 她显然有本想的 她做cake 还一定不想要做 过后 为什么 因为她根本就是在用她的命去换钱 你们知道吗 你要做一个cake才赚多少钱 而且做cake是算比较多了 如果是做面包的朋友 更惨了 他们批量做到半死 才赚几毛几分钱 你们知道那种感受 而且是每一天要做 做到很累 你知道吗 我们开始做Forever 是很 开始很累 为什么我们开始要找人 约人 开你的主持网等等 以前就更累了 因为以前我们还要坐车 跑来 跑去 我朋友想 你做Forever 你整马来西亚跑 对我整马来西亚跑 因为我们要去找我们的伙伴 可是她讲 这样累了 我讲 不用担心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我们在铺的路 可是现在 我看到其他那些 没有好好经营Forever 或者是看到我们这个行业 他们就很累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坐在家 都不懂要做什么 你知道吗 那个财产 我们开始累 因为以前是没有 social media 没有那个network 这么方便 可是现在有network了 很方便 我们现在越来越 特空难 为什么 因为是坐在家里面 我们把travel的时间 都花在跟人家沟通 这个事业 而且我们的感受 完全是 不一样的 OK 是越做越轻松 这个是我 真的是看到这一块的 我们可以赎身 赎自由 赎财富 而且重点是又健康 我们重点是要一起健康 一起去旅行 尤其是一个manager 上天讲 我们去了这么多国家 那天真的是感恩宣令 去整理出来 我看一看 我们原来是去了 真的这么多国家 我从2014年开始 我就qualify了 那时候我们是去 那个什么 Lek Tahoe Lek Tahoe Lek Tahoe 我真的都不懂 Lek Tahoe是哪里 知道吗 我讲 这个是什么tastic来的 原来是美国超美的一个地方 那时候去 我真的很兴奋 我那时候 我记得 那时候我们有 Lee Wilford 我们三个人有qualify到 三条manager 就跑去美国玩的 知道吗 美国最高潮的 所以你看 Forever慢慢改变我们的人生 而且我们很兴奋 是看到我们的周围朋友 越来越多 相信我们 尤其是刚才秋庭的 遇到疫情的问题 可是有Forever 帮他做他第二个后盾 帮他cover 来让他看到人生的 另外一种希望 所以我们真的很感恩上线 很感恩上线的眼光 我一直很喜欢这句话 我很想感恩上线的眼光 跟他的坚持 以前三个小时那么辛苦 还继续坐下来 坐坐坐坐 现在你看他只是坐在电脑前面 大家的感染度 兴奋度就一直抱下去了 OK 所以我希望我的分享到这边 给大家一些启发 我希望大家 我们在这个团队 不是我们这几个 Navibi 大家都可以有机会 出更多你们想要的 喜欢的车 OK 现在不只 Seline队不是不只拼吧 以后要变妇女拼了 为什么 因为我的小一个也准备了 等到18岁就来了 你看看 然后他已经很兴奋 一直在玩车了 然后一直给我 开门 开门 你管门了 真的是太兴奋了 OK 所以 所以 我目标设立 接下来呢 因为 为什么 我还有多一个目标了 然后我刚才早上起来 我就想要我第二个 再下一个目标 就是我要买一间更大点的屋子 为什么 因为这个屋子太小了 又是太小 为什么 因为我parking 你看 已经撞屁股了 你知道吗 OK 之前是车太小 进不去 现在是 物太小 车进不去 你知道吗 OK 所以我们要买更大的屋子 游泳池都没有地方放 要车移出去 再给你放游泳池 所以以后目标设立 是要更大点的屋子 不用移那个寻民铺 直接street好好了 然后车架进来 直接跳进去寻民铺 就可以玩了的 OK 所以 人因梦想而伟大 所以我们要好好去梦 OK 所以当然我在Forel的目标呢 也是朝着Level 2 我还插两个CBM的Network 所以要好好去build起来 然后呢 也是要朝Supplier Manager去 因为 上天讲的收入高 才是重点 所以Forel的 收入高秘诀 就是CBM Level 2 加上Supplier Manager OK 你的收入 真的是可以巅峰人生的 就是 然后你不愁任何的烦恼了 你就是可以很好去帮更多人了 OK 最后非常大的便宜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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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